大家好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经典传奇 我是焕之 在咱们常人的印象里边 古代后宫地位最高 权势最盛的女人会是谁呢 皇后啊 没错 在大伙眼里 皇后作为六宫之首 地位仅次于皇帝 平日里锦衣玉石养尊处优一呼百应 生活美滋滋啊 不知道献杀多少民间女子 可是换之要跟您说啊 皇后那也是个高危职业啊 说不定哪天就死于非命 您还会羡慕吗 别以为我是在危言耸听啊 我跟您说一个下场最惨的 唐高宗的发妻王皇后 那是生生被武则天做成了罪以至 有观众可能要说了 人质我们听说过啊 那是吕后对付情敌欺负人的方法 把四肢给切下来 挖了眼睛耳朵舌头搁下来 然后扔到毛侧里边 还不让他死活活折磨着 哎呀这个都不能描述一描述全身都不太舒服 那么这个罪之又是什么东西啊 听上去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对不对 我跟您说跟人质差不多 就是最后那一步呢是把人呢扔到酒缸里边 所以叫做罪之 不得不说吕智和武则天这两个女的 那是历史上有名的狠角色 说到这您或许要问了 吕智那是贵为皇后 后来成为这个掌权的皇太后 丈夫已经过世了 要整一个丈夫生前的宠妃小妾什么的 那只要他自己敢下得去狠心 下得去手倒也不难 可是被做成罪至的王皇后 那可是一国之母皇后啊 而且他的丈夫啊 皇帝丈夫还活蹦乱跳的在呢 这个武则天是怎么做到的呀 咱们今天就来说一说 这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王皇后 是怎么一步一步走上了不归之路 他的丈夫李治怎么就忍心见死不救呢 这一切得从王皇后的出身说起 要说这王皇后的出身 就一个字牛啊 有多牛呢 给您介绍一下 当时唐朝特殊的历史背景 从南北朝开始一直到隋唐 国家的权力都是由大家族把持着的 这种大家族被称为士族门法 虽然说从隋代开始已经有了科举考试 但是这样的一个风气和人们的思维习惯 不是这么容易就能改得过来的 所以说那个时候还是贵族政治 他们以家族为中心 聚集起来拥有私人的庄园经济 甚至还垄断了朝廷的重要官职 对朝廷的影响举足轻重 王皇后就出身于当时的第一等的贵族 太原王室 可以说她嫁给当时还是皇子的李治 那绝对称得上是门当户对 老乡啊 他们李家就太原了嘛 由于史料的缺失 关于王皇后究竟是哪一年嫁给李治 已经找不到记载了 不过根据推测大概是12到14岁的时候 也就是公元640年到642年之间 王室以王妃的身份嫁给了跟他同岁的晋王李治 李治不用多说唐太宗李世民的第九个儿子 深受宠爱 这一点史书上用了这么四个字叫特身宠义来形容 具体体现在哪呢 首先李治出生的那一天 李世民表现得万分欣喜 直接下旨了 反普天之下 同一天出生的孩子一律有赏 接着在李治三岁的时候呢 李世民就把他封为了晋王 封地在太原 我刚刚说了 太原是什么地方 北都啊 他们老李家的家乡啊 发迹的地方 在政治军事经济上地位超然 而且在李治行官李之后 李世民还专门为他挑选了来自太原顶级豪门的女子 作为王妃 没错 就是王室 后来的王皇后 这个举动很明显 也是为了巩固李治在自己封地的地位 当然 嫁给李治成为晋王妃 对于王室来说 无疑是一个不错的归宿 您想啊 自己的夫君不但深得皇上宠爱 还远离夺处风波 而且等李治年纪到了 自己就可以跟着他去封地太原 自己跟着娘家 也会是自己的靠山 人生简直不能更完美了呀 如果真要按这个轨迹去发展 或许王皇后的结局就不会那么悲惨 然而世事难料 一件突如其来的事件 打破了王室的美梦 什么呀 他从晋王妃 变成了太子妃 那是公元643年 李治的哥哥 也就是当时的太子李成贤 因为对父亲李世民 宠爱弟弟李太 产生不满 就跟叔叔李元昌等人勾结 打算先下手为强 起兵逼宫 可是没料到事情 很快就败露了 李世民什么人呢 你还能动得了他 开什么玩笑 那是腥风血雨 这么闯过来的人 李成贤被废除了 李世民原本打算 干脆就立李治的四哥李太 为储君算了 可没想到这个李太 爷是个两面三刀的家伙 一边跟父亲承诺自己 以后肯定会把皇位 传给弟弟李治 一边又恐吓李治 别口抢啊 别口抢啊 小心 你小命难保 李太估计是万万没想到 李治被他吓的呀 就不知道他怎么办 就我告我爸爸 当然也是你爸爸 向老父亲告状了 这个时候 被废的李成钱呢 也站出来搅一搅浑水 说自己谋反 就是因为李太这小子 对太子之位有所图谋 我不得已呀 这两件事情 让李世民 当即就改变了心意 看样子李太这孩子 不行啊 不靠谱啊 那干脆就立李治为皇太子吧 就这么着 李治一跃而成为了皇太子 而王室呢 就跟着成为了太子妃 其实事情到这一步 对于王室来说 虽然说太原老家是回不去 但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吗 当上太子妃 那就是预备皇后 对吧 将来生个一儿半女 再封为太子 以后太子再登基 自己当个皇太后 这一辈子 哎呦行了 别想了啊 这美梦是越做越没片了啊 想得太美了 总而言之吧 他对于当时自己的处境 还是比较满意的 可是怎么都没想到 在这条铺着美梦的 康庄大道上 出现的第一个大坑 是他自己给自己挖的 这怎么了呢 他呀 迟迟生不出孩子 没有子嗣 这对皇室来说大忌 甚至涉及到 东宫之位的稳固 这李世民好不容易 选了爱子李治当皇太子 能够看着他无后吗 不能够啊 太子妃不能生什么 没关系 当时那个年代嘛 封建王朝女人有的是 这不 在李世民的受益之下 一批来自名门望族的 妙龄女子 很快就被选进东宫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王室高枕无忧的生活 开始有忧虑了 开始走下坡路了 迎面而来的第二个大坑 就是来自兰陵贵族的肖氏 这肖氏虽然在东宫的地位之上 不能与太子妃相提并论 但是他的出身并不比王室差 而且硬要对比的话 同样来自顶级门阀的兰陵肖氏 甚至还要更胜一筹 更给王室添堵的是 这个肖氏嫁过来没多久 他就怀孕了 接下来更是接二连三 为李治生下了一子二女 这让王室在东宫的地位马上就下去了 肖氏直逼太子妃的位置 如果说这个时候的王室尚能够沉住气 那么李治登基之后 肖氏的所作所为 让他是再也没有办法忍耐了 公元649年 唐太宗李治民驾崩于中南山翠薇宫 太子李治正式登基年号永辉 接着王室得偿所愿 被封为皇后母仪天下 肖氏呢同时也受封为淑妃 地位仅次于皇后 您听清楚啊 仅次于皇后 意思就是说不如皇后 那么肖淑妃满意吗 不能够啊 在他看来 我出身高贵 我给李治生了孩子啊 凭什么我屈居王皇后之下呢 越想越生气 他就三天两头的 跑到李治那去闹 你还别说 这一闹 还有作用 是这样的 当时李治有四个儿子 前三个都是后宫里呢 叫不上名后的工人所生 也就是李治 一时兴起宠幸的 某个不知名的工人 只有老四李肃杰 是肖淑妃所生 架不住肖淑妃闹腾啊 李治就在李肃杰 五岁的时候 把他封为了雍王 这个意思很明了了 虽然一时间 不能让你当皇后 但是让你儿子 当上雍王 这你该满意了吧 肖淑妃连连点头啊 满意 满意 你要知道 这个雍王的管辖范围 封地范围啊 就是当时的首都长安 及其周边地区 这个地理位置 其重要性 不用我多说了吧 而且按照惯例 雍王一般只给 皇后的孩子风 当时得到消息的 王皇后 那是气得 垂胸顿足啊 那么今天 他的儿子 当上雍王 明天他不得 踩到我头上 当皇后吗 不行 不能坐以待毙 我治不了你 总有人能治你 你还别说 真让他找到一个人 这个人 不仅把萧淑妃给治了 烧带脚 就连王皇后本人 也一块拿下 相信大家已经猜到了吧 还有谁啊 这么厉害 武则天呗 那么武则天究竟是 怎么进的宫 又是如何扳倒的 王皇后呢 下节目 她是出身豪门的 大唐皇后 却因极度 卷入后宫争斗 为保后卫 她借刀武则天 却不料引狼入室 追悔莫及 王皇后 败给武则天的背后 还会有哪些 不为人知的语情 江西卫视经典传奇 正在为您解密 当节说到 李治登基之后 王皇后和萧淑妃之间的斗争 开始愈演愈烈了 直到李治 把萧淑妃的儿子立为拥王之后 王皇后才幡然醒悟 自己个人恐怕是斗不过萧淑妃了 必须得找一帮手 去哪找呢 您别急啊 帮手就来了 那是公元650年 在唐台宗李世民去世的周年忌日这一天 王皇后跟随丈夫李治 以及嫔妃文武大臣等来到赶夜寺 为自己死去的公共祭酒祈福 谁知道祈福完毕之后 丈夫李治完全没有要立刻返程的意思 王皇后自己呢 也难得出来 就带着侍女在赶夜寺闲逛了起来 这一逛不要紧 好巧不巧 或者说好死不死 竟然在一个偏僻的角落里边 看见自己的丈夫抱着一个俏丽的尼姑正聊着天 看样子不是一般的亲密 废话都抱着了 当然不是一般的亲密啊 这个王皇后啊 也没支声 回头就派人去打听 这尼姑什么来路 没过多久 弄明白了 这个尼姑啊 按辈分 她得叫妈 这是公共李世民的女人啊 据说当年李世民病重身为太子李治 留宫照料就遇见了李世民的才人武则天 两个人眉来眼去的 竟然就看对了眼了 然而这种关系 数字和数母 现在说法 那就是儿子跟后妈的关系嘛 是不是 这不是乱伦吗 一旦被发现 十恶不赦 所以两个人谁都没敢冲动 悄悄地把这份冲动埋在心里 后来李世民去世了 武则天说是要为报答恩宠 就出家当了尼姑 接着就有了王皇后看到的那一幕 看到这儿估计有观众要说了 这么一来王皇后不得气渣了吗 一个萧淑妃都够烦的了 这又冒出一个武则天了 一个尼姑 我跟你说 王皇后一点都不生气 不仅不生气 还心生一计 他派人去通知武则天 赶紧把头发续起来 本宫要扶持你入宫 干嘛呢 借刀杀人 对付萧淑妃 当然了 后头这句是他心里的 这个前台词没说出来 明面上不能说 可是武则天那是什么人呢 你这条小心思 我 你还麻得住我啊 我还不知道 咱们一块来看看武则天回宫之后 是怎么做的 根据新唐书记载 武则天入宫以后 表面上是言行谦卑 安前马后 侍奉王皇后 对于王皇后的再造之恩 是念念不忘 这让王皇后十分的欣慰 甚至多次在皇上面前夸赞他 那么武则天暗地里呢 又小心观察 看见王皇后和萧淑妃 搏代或者欺负了哪一个人呢 他就马上跑去结交 把理智赏赐给他的东西 毫不吝啬的 跟那些被欺负的人分享 同时对下人们 也十分之亲和 出手很大方 久而久之 他就在后宫里边建立了一个 属于自己的情报王 你听听这是一般人吗 王皇后斗得过他 这意思很明了了 老娘这次进宫 一 不会被人当工具让人利用 二 也不会成为靶子 任人射杀 老娘要打造 属于自己的天下 很快 武则天凭借和理智之前的感情基础 加上王皇后的推荐 以及工人们的极高的评价 一举夺取了原本萧淑妃所占有的宠爱 接下来更是顺风顺水 相继生了一子一女 还被理智魄力封为了朝一 地位比萧淑妃第一级 比皇后第二级 直到这个时候 王皇后才算是回过味来了 天哪 我这是招了一个什么人进来 武则天已经不再是那个需要庇护的小泥骨了 他翅膀已经硬了 而且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 将来 如果他的儿子要是当上了太子 王皇后是越想越后怕 不行不行不行 得腾出手来 收拾武则天了 可是问题是 一个萧淑妃他都对付不了 如今又怎么可能斗得过风头更胜的武则天呢 无论比什么你都比不过人家 思来想去 只好找娘家人帮忙了 赶紧去找了自己的舅舅 叫做柳氏 这个柳氏啊 沾着外甥女王皇后的光 一路平步青云 这会儿已经升到了中书令的位置 那属于宰相群里的诗宣派 他听了外甥女的哭诉 立即意识到实行的严重性 如果自己不出手帮忙的话 恐怕皇后的位置就不保了 皇后的位置一旦不保 自己个儿估计也得和喜北风啊 就得试试啊 想到这里 他是绞尽脑汁 你还别说 真让他想出一个办法来了 什么呢 既然担心武则天的孩子会当太子 那你就想办法 先让自己的儿子当上太子不就完了吗 哦 没儿子 过计一个嘛 您听听 姜还是老的辣呀 王皇后一听 哎 靠谱 立马就着手展开行动 他先是在理智现有的孩子当中目色 听想 既然自己生不出嫡子 那就挑长子吧 将来推到太子的位置上 也算是名正言顺 很快呢 就把理智的长子李忠 过继到自己名下 接着舅舅柳氏出马 拉拢朝臣 集体上书 请愿立太子 立谁呢 该立谁立谁 那又该立谁呢 当然是王皇后的儿子李忠啊 这招还真管用 李忠还真就被立为了太子 这么一来 王皇后心里的石头 总算是落了地了 或者说 他自以为落了地了 看样子自己这个皇后的位置 是不会再动摇了 基本上可以高枕无忧了 当然 刚说了嘛 他自以为嘛 一厢情愿 也没问问武则天 答不答应 你想啊 这武则天在赶夜寺 当你一股受尽煎熬 好不容易重返后宫 怎可能久居人下 可是不甘心归不甘心啊 眼下的形势 他还是看得很清楚的 王皇后和萧淑妃背后 都有强大的家族依靠 不管得不得宠 都不会彻底倒下 自己呢 只有理智的感情 而帝王的感情 要是靠得住 怕是母猪都会上树啊 那么 在这种情形下 还有谁能够帮到自己呢 他自己恐怕都想不到 还在强宝当中的女儿 给自己送来了一波强助攻 那是在公元六五四年 武则天武昭仪啊 又生了一个女儿 王皇后出于礼节 就跑去探望了他 两个人假客气寒暄了一阵 王皇后就到了婴儿床前 逗了逗这个小孩子 没一会儿就走了 紧接着理智下朝 也跑到武则天的寝宫 准备看女儿 可谁知道 当他掀开盖在女儿身上的被子 准备把他抱起来的时候 发现女儿竟然没有了呼吸 死了 这一幕人伦惨剧 对于父母而言 那真是弯心之痛啊 对不对 常人都能感受得到吧 武昭仪当场哭晕了过去 李智赶紧问侍从 这怎么回事 谁害的 侍从们一个个吓得 说话都哆嗦 不知道 但是皇后刚来过 李智深知 自从武昭仪受宠 皇后就开始各种的看不顺眼 自己全层利弊 一直呢都不多言语 没想到这个女人奢卸心肠 竟然对一个手无寸铁的孩子下手 她还是个孩子那么点大 越想越生气 连连的垂胸顿足喊道 皇后杀了我的女儿 皇后杀了我的女儿 然而 关于武则天女儿的死因 民间有不少的说法 流传最广的一个版本 那就是武则天心狠手了 亲手掐死了自己的女儿 就是为了嫁祸给王皇后 那么真相究竟是什么呢 对不起 不知道 不得而知 就当时的情况来看 至少李智是把女儿的死 算到了王皇后的头上 当然从武则天这个人的心肠和手段来看的话 不见得做不出这样的事情 但是我们没有证据 那么李智甚至当时还认为王皇后 得不配位 产生了废了他的想法 你说这个结果是不是武则天得利 对不对 法律上有说谁得利谁就有嫌疑 那么再看王皇后这边 好不容易收了个儿子 让他当了太子 以为可以稳坐皇后位置 轻松过日子了 没想到非来横祸 看样子呀 李智是动了真怒了 怎么办 还是那招 找家人商量不 不过这一回 家人不仅没帮上忙 甚至还让武则天抓住了把柄 直接就把他从皇后的位置上 给拽了下来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下去说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王皇后对招武则天为何频频落败 这场皇后与嫔妃间的攻斗 又为何会导致大唐权力的耕地 江西卫视经典传奇 正在为您解厉 上节说到 祭子当上太子 以为高枕无忧的王皇后 万万没想到 自己去看了看武则天的女儿 回来就被李智当成了杀害武则天女儿的凶手 一时之间地位难薄 他迅速又去求助家人 这回给他出主意的是谁呢 是亲妈 魏国夫人柳氏出的什么主意呢 您听了估计得笑啊 扎小人 没错 就跟咱们现在说 我画个圈圈诅咒你一样 你说这玩意有用吗 当然没有用 不仅没有用 而且十分犯忌讳 关键是 你还让武则天的眼线看见了 回头就报信给武则天 这送上门的把柄 武则天估计在家里边 大笑三声 哈哈哈哈 没有道理不要这个把柄 随即就报告给李智了 李智一听 堂堂的皇后 既然用这么下三滥的手段欠收拾啊 下令 一把他妈柳氏赶出皇宫 永远不得入宫 二柳氏的弟弟 就是前头给他出主意的 王皇后的舅舅柳氏 也被干了 罢免执政 三把废后的事情提上议事日程 为什么说提上日程 而不是直接废掉呢 这就是李智软弱的地方 我们都知道啊 历史上对于李智的评价是 这个人耳朵根子很软 性格很懦弱 他认为啊 废皇后是个大事 有可能会动摇国本 必须得拉个人支持自己 谁呀 当初力保他登上皇位的舅舅 长孙无忌 这不永辉五年 李智就带着武则天 去了长孙无忌的府上 有点见家长的意思 还带了不少的礼物 四车金银宝器 十车凌罗绸缎 出手呢 是相当之阔绰 一看这个架势 长孙无忌的老狐狸 一下就明白了呀 八成是来提废后的事的 他能答应吗 当然不能啊 王皇后代表的 可是整个旧贵族势力 说白了 也包括他长孙家 所以他怎么可能同意废后呢 可是皇上都屈尊到家里来了 怎么办呢 来来来 打打太极 当那个时候没有太极权的说法 是这个意思 李智见长孙无忌收了礼物 又什么都不提 他也不好直接说明来意 就兜着圈子 问起长孙无忌儿子们的情况 长孙无忌呢 也不急 耐着性子慢慢给他介绍 最后听说 还有个小儿子没工作呢 李智马上下职 安排上 封了个五品 炒散大富 好家伙 又是送钱又是送官的 这让长孙无忌 更加确信自己的判断 再看李智 受官之后 似乎觉得底气够足了 就开始暗示说 舅舅你看啊 王皇后也没给我们生过孩子 是吧 反倒是这五招一生了 儿子亲生的 这时候闹的你看 谁知道长孙无忌 根本就不接话茬 装作没听懂的样子 直接把话题扯到九霄云外 那么这个李智虽然软弱 可不是傻子呀 舅舅的态度 已经摆在明面上了 不同意 那么再这么尬聊下去 没什么意义 于是就带着武则天 灰头土脸的回宫了 那么这事怎么说呢 对李智来说影响很大 已经不是废不废后的事了 他回宫以后就想了 自己贵为天子 一国之主 办个事 还得给臣子送礼奉承 更可悲的是 事情还办不成 怎么这么窝囊啊 可这事能怪谁呢 只能怪全臣当道 一手遮天呢 没有人把我这个皇帝 放在眼里当一回事 越想越窝囊 不行 这个皇后我是费定了 不为别地 就是为了要敲打敲打 你们这些旧贵族势力 尤其是长孙无忌一党 可是这事 想想是容易 做起来可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先不说打击他们带来的后果 就是开口啊 开这个口 你也得有个由头啊 哎呦呗 瞌睡来了 碰上枕头 由头很快就找上门来 怎么回事呢 说是京城有一位名叫李义府的官员 因为得罪了长孙无忌 被贬为了碧州司马 当时通知的赤叔呢 还没有下达 他是秘密获知了这个消息 心里很忐忑 就这么任人宰割嘛 他越想越不服气 就找人帮忙 出主意 看还有没有回旋的余地 没想到还真碰上个高人 说现在皇上啊 跟长孙无忌不对付 主要是因为皇上 要立武昭一为皇后 长孙无忌不同意 所以呢 还没放在明面上说 你要是能给皇上帮把手 别说不会被贬折 就是升官 那也是指日可待 你别说这主意还真管用 李义府想办法混进了宫里边 找了个机会 扣门上表 要请求 废除王皇后 改立武昭一为后 李义一直一听 又这小子上道太棒了 说出了我的心里话 当下就收回了贬官赤叔 还让他去联合各方 有心为皇上效力的官僚 一场对抗旧贵族势力的战斗 正式打响 在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李治立马就废了王皇后 立了武昭一为后 还把长孙无忌等人先后贬官 从那之后 高宗李治在政治上 终于不用再受人制约 可以长输一口气了 而王皇后和武则天这场公斗 也以王皇后的彻底落败而告终 她曾试图向李治求情 可不仅没有起到作用 还激怒了武则天 被做成了罪质 下场实在悲惨 可是您仔细琢磨 您品 您细品 王皇后仅仅是败给了武则天吗 不尽然 丈夫李治 似乎也只是把她当作一枚棋子 先是利用 等没用了 丝毫不念旧情 直接就舍弃掉了 真真是无情 罪是帝王家呀 好了 今天节目就是这些了 关注栏目的官方公众号和抖音号 江西卫时经理传奇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您不计可以观看 往期精彩节目视频 还可以参加各种 线上线下的活动 咱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